东华大学第九届社会学系的同学 今年十月份重旁记录了好市级农友们的故事 透过访谈了解市级的营运 农友种植历程还有制作产品的困难到解决问题等等 12月31号这一天他们举办了故市级影片放映会 把美好的故事汇集而成 和来到花莲好市级采买的顾客们分享 就读东华大学社会系的八位学生 透过服务学习的课程 自今年十月开始 深入了解花莲好市级的营运 滩友们的农作物种植 制作产品时的困难和如何解决 以及所坚持的想法 将迈入13个年头好市级的故事 透过镜头的记录 2022最后一天的31日 值班故事及影片放映会 我们整组有八个人 然后我们是以 就是我们最开始是先来了解整个好市级的运作 然后协助他们摆摊 因为有一些老先生老奶奶 就是他们会比较行动不便 然后会比较累 所以我们这一开始前几个礼拜是先帮忙他们 那后面我们跟他们手络之后是以到他们农地访谈的方式 记录他对整个好市级的历程或是想法 那就是以这个方式记录整个好市级的发展 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 第一当然是推广这个好市级 那第二是让大家知道 其实有机这个不是说大家含有机有机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农产品 因为他的过程很多困苦啊 像某一位种植桑胜的奶奶他就是说就有一次因为他们有机他们没办法用农药的方式来防治 所以就某一次的天牛就整个没办法再种桑胜 因为天牛的那个它会让整个桑胜坏死嘛 就是没办法结果他就没有下一代 那他整片农园就要等天牛这个虫害过了他才能再重种 感受最深就是说因为半学期来没有 然后教授刚才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用放任的采用 信任程度有没有 让学生来这边去了解然后做一个小小成果 那今天他们说用他们最有爱心 然后最热忱的心态再重新拍一个影片 那让自己有没有这些合作 我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能够传承啦 只要小孩子有没有他们愿意 他现在已经结束了 那如果他如果说愿意在一些市集的话 我们会让我们更深的对从事与农业 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忙他 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校外像台北一些康侠 这样的合作一直都还有 但是我们是校外的到各个农场里面去探导 而且是一个礼拜那基本上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修馆的没有 我们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还要找场地 因为文化局它为了维修我们当然 就是我们比较动的人员 比较厉害之后因为必须办东西去放 那找场地这是比较困难一点啦 所以我们如果说找不到适合场地 我们可能会修馆两个月 八位同学分工合作 上学期每周六造访花莲瑞穗兽丰地小农 完成最后十分钟影片 同学感谢农友不另一分享珍贵经验和指导 未来将持续推广好市集 也将协助传达有机食物的辛苦和价值 理事长黄明翰表示 看见学生们的真诚和热情 期盼未来持续交流合作 也邀请更多民众看见农产的背后 农友的付出 风雨无主人要提供新鲜健康食材给乡亲的美好精神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